好的 我们来看咱们地方的统计初步啊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将主要来围绕着我们这些数据的一些常见数字特征去进行一些讨论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平均数啊 我们的方差 我们的纵数 我们的纵位数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平均数 那么我们平均数是在初中学过的概念 对吧 就是n个数平均数呢 就是n个数相加呢 除以n 那么其实我们到了高中的话 这个平均数有一个更加什么 更加就是高端的概念就是要期望 那么可能咱们现阶段不会太多的讲期望 可能等到咱们的Guard的时候学习选修教材的时候才会去讲期望 那么这期望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会在于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角度来理解 你可以这方理解为总共是n个值 那么我这个地方取每个值的概率呢 都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对吧 比如说我取X1这个概率呢 是P1 我取X1概率呢 是P1 我取X1概率呢 是PN 也就是说你考察一个家伙它的取值呢 怎么样 可能有n种情况 那每一种呢都会对应到一定的可能性 对吧 那么最后我们要考察就是这个数取出来以后 它的大致的一个情况是多少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知道这个平均数上描绘的是我们整个数据的一个什么 大概是中间的位置 对吧 就是一个估计的正一个中间的位置 那么平均数呢 我们其实可以对照下面去理解的话会是什么 就我们把这个稍微的改写一下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X1乘一个n分之一 加上X2乘一个n分之一 然后一直加什么呢 加上Xn乘一个n分之一 可以吧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每一个P 就每一个P这个概率 就Pi 对吧 都等于解 都等于n分之一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概率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权重 都是完全可以的 对吧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P呢 P P2 Pn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权重 那么只不过我们上面这个地方是个等权平均 对啊 所以等权平均就是每一个家伙占的权重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n分之一 对吧 那么你可以把下面的地方X1乘以P加上X2乘以Pi加上Xn乘以Pn呢 是一个加权平均 也就是它的权重可能不是相的 比如说可能X1会多一点 X2呢 少一点 X3少一点 对吧 后面可能都少一点 所以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理解为期望是一个加权的平均 那么这个权就是我们的P1 而一直到Pn 做最高的话就下面的嘛 权整有的力 对吧 但是无论是平均数还是我们的期望 它其实都表示我们这个数据分布的总体水平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如果你把这些数据往这个数轴上去标 对吧 它可能会有一个分布的范围 在这个分布范围里面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期望大概什么 它的一个平均分布的水平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你如果去练这个跳远 或者说这个什么 这个实行球啊 各种各样的运动 那么如果你去做一个这样的统计数据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自己每一次跳远的时候呢 大概能够跳到一个什么位置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一个期望 好 来 我们看下面 重数 重数呢 非常简单就是一组数据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 对吧 那么这地方叫做重数 但是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一组数据的重数不唯一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个什么重数 对吧 这是OK的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中位数 中位数是指将统计总体当中的各个数值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 形成一个数列 如果值的个数等于什么 等于基数的话 那么相应的处于中间位置的值 我们叫做中位数 如果这个值的个数是个偶数个的话 那么相应的怎么样 属于中间位置两个值的平均值就称为中位数 比如说如果这方是1到10 对吧 这方总共是10个数 那么它是中位数字级呢 非常的简单 中间两个是5和6 相加除以2就是5.5 对吧 好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的方差和标准差 那么所谓的方差 其实就是x平方等于什么 n分之1成一个sigma i等于1到n 然后xi减x1拔的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啊 就是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sigma i等于1到n的话 它是一个求和符号 也就是你当这个i变化的时候呢 后面这个地方会跟着去变化 对吧 比如说i等于1的时候 i等于1的时候呢 就是x1减x1拔的平方 i等于2的时候呢 是x2减去x1拔的平方 对吧 i等于3的时候呢 是x3减x1拔的平方 那么一直到最后是xn减x1拔的平方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写开来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就是这个来进行表示 好 那么标准x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方x的什么 开根号 那么很多时候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在这一块可能我更建议大家 你一方面要去了解它的计算公式 另外一方面呢 要去了解它表达的一个实际的含义 平均数或者说希望表达是我们这个分布什么 这个总体水平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方x或者标准它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数据分布的集中 还是离散 对吧 就是如果说方x比较大的话 那么这个意味着数据离中间这个平均水平应该是更加的扩散一点 如果方x比较小呢 意味着更加的往中间去集中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表示的是一个稳定于否 就是你运动员对吧 手机 如果说你方x比较大的话 意味着你这个家伙呢 这个起伏很大 对吧 这个发挥不太稳定 如果你的方x比较小呢 就意味着你发挥非常的稳定 对吧 信息数字可能比较的好 好 那么就是我们方x计算 那方x计算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有一些小的技巧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来算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采用一个方法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还可以去做一个化解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设计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变形 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 就是x平方 等于什么呢 n分之一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xi减x一拔的平方呢 去做一个展开 展开完以后就是一个xi的平方 减去什么 两倍xi 然后乘以x一拔 然后再加上x一拔的平方 就是每一个是不是都可以展开成这种形式 对不对 那么展开成这个形式以后 你再把这个设计呢 去什么 i从一到n求和 那么i从一到n求和的话 那么对于xi平方来说就是什么 就求和完以后就是一个sigma i等一到n 然后xi平方 是不是这个形式 对吧 那么对于后面来说求和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对后面来说求和会得到什么结果 对后面来说求和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两倍x一拔提出来 对吧 把两倍x一拔提出来的话 剩下的是xi去进行求和 xi进行求和的话就是xi一直加到xn 你再根据我们这个比方的平均数的定义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xi加到xn会等于n倍的x一拔 对吧 所以往里面带的话是负量倍x一拔乘以n倍x一拔 就是减去rnx一拔的平方 对吧 那么后面这个会变成什么 每一个式子呢都有x一拔的平方 那么总共是n个式子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n个x一拔的平方 对吧 所以是加上n个x一拔的平方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n分之一 然后sigmai等一到n 然后xi的平方 减去n倍的x一拔的平方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的变形 你可以稍微的记一下 好 那么这是我们等权平均的方差计算 如果是加权平均的话 这个地方怎么算呢 OK 如果是加权平均的话 我们只需要改变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等权平均可以理解为 每一个权重都是n分之一 对吧 加权的话就是每个权重都是pi 所以其实你就只需要 在这个地方就是 比如说x1减去x一拔的平方 那么我就不乘以n分之一了 我乘什么 我乘以p1 对吧 那么x2减x一拔的平方呢 我就不乘以n分之一了 我乘以p2 对吧 一直加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pn乘以xn减x一拔的平方 就是说每一个我们乘以它的权重 就完全OK 这是我们加权的什么 就是方杀计算公式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服务量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的题目 应该说这块的题目呢 本身并不会很难 所以大家呢 不用过于担心 OK 就是无论是咱们平时的考试 还是咱们的高考 其实关于这块内容考察的并不会很难啊 高考的话一般会有一道大体 但大体的话会结合我们在这块学货的知识 和在学选修学的知识呢 相集合那个题目呢 大家以后都会遇到 那么要求是一定要把它告定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统计的应用 我们稍微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面呢也说到过 对吧 就很多时候统计学这个并不是枯燥无味 就是算一堆什么 这种数学的公式 然后解除一堆的式子 一堆的数 那么它最大的作用 其实在于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去估测什么 估测这个总体的情况 就是你通过分析样本的情况 估测总体 那么去做出一些判断 来帮助你得到一些结论 OK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就是这一些简单 一些简单的题目 我们就直接秒 OK嘛 以至样本收集X1X2 X10 其中X1X2X3的平均数是A X4到X10的平均数是B 那么问这个样本数据的平均数是多少 这个应用很简单吧 X1X2X3的平均数是A 那么意味着X1加X2加X3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3A 对吧 X4到X10的平均数是B 那么意味着X4加到X10就多少 就是7B 所以这方总的核就是3A加7B 对吧 再除以X10 就会得到我们地方的平均数 所以是3A加7B除以X10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咱们这个题目 来啊 一组数据的平均数是4.8 那么方仓是3.6 如果将这组数据的每一个数据都加上60 得到一组新的数据 那么这个新的数据的平均数和方仓分别是多少呢 这个地方大家能否说根据这个定性的分析 而不是去做定量的计算 这种题目做定量计算你是肯定可以搞定的 对吧 就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定性的分析 什么叫定性的分析 就你凭感觉 来感觉一下就是 每个数都加一个60 对吧 那么它的平均数和它的方差 会变 还是不会变 会变的话会变成多少 就是我们整个平均数反映的是这个数据的整体情况 对吧 那么反映的是整体情况的话 那么相应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绝对的量 就你的值到底是多少 就是多少 那么如果每个数据加个60的话 相当于整体平均加个60 所以它的平均数会呢 会由4.8变成64.8 对不对 那么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方差会发生改变 注意啊 方差它描述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平均数呢在这 然后我们其他数据呢是 分布在这个平均数的周边的 它描述的是我们这个相对什么 这个一个概念 那么你其实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方差 就是什么呢 xi-xe8 把这个平方改写成绝对值的平方 绝对值的话 在我们初中时候学的时候 它是表达一个含义是距离 也就是xi和xe8什么 这个距离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距离的平方 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方差表示的是 我们整体这个数据离这个什么 平均数它的一个分布的离散尘度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你这地方就算给每个数据呢都加个60 你给每个数据都加60 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把数据整体往后移了60个单位 对吧 但是你这边会改变说它整体什么 这个分布的情况吗 会不会 就是你原来x1离这个x1拔的距离是3 我往后移是吧 往后移60个单位以后 我这个距离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3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 它的方差是不变的 所以呢 答案选一个D OK吗 好 来我们看这个 就是求1 2 4 4 9 它的平均数 重数还有中位数 方差不要差是多少 这就直接秒吧 平均数的话呢 A加2加4加4加9 1加9是10 2加4加4是10 所以是20 20除以5就是4 对吧 所以平均数是4 重数呢 也还是4 中位数呢 总共5个数 中间那个数就是4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数是一样的 OK 方差标准差是多少 标准差就是方差差更好 对吧 所以关键是求方差 那么方差多少呢 这个地方它的平均数是4 所以就是拿这五个数去分别减4 再平方 然后再相加 对吧 A-4是-3 平方是9 2-4呢 是-2 平方是4 4-4 0 4-4 0 所以是加两个0 对吧 9-4呢 是5 平方25 那么除以5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9加4 是13 13加25 这是38 38除以5呢 是多少 38除以5 就是一个7.6 对吧 好 那我们看这个 说某老师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收到的新型数分别是什么 16 8 然后68 问该组数据的方差是多少 来 这个地方怎么做 这地方怎么做 OK 这个地方就是算一个平均数呢 然后再算一个方差 对吧 那么平均数多少呢 10加6加8加6加8是多少 6加8是14 14加14是28 28加10呢 38 38除以5呢 多少 38除以5就是一个7.6吧 那么然后拿起还是去减 然后再平方 然后再除以5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会怎么样呢 可能有些屏幕算小会比较复杂 但是大家还是要好好去算一下 平均数7.6的话 那么10.76多少 10-7.6是2.4 应该没有算错 那么2.4的平方呢 是多少 2.4的平方你可以这样来算 就是2.4可以是1.2乘以2 对吧 1.2的平方是1.44 2的平方是4 1.44乘以4呢 就是5.76 对吧 然后6-7.6的平方是 对吧 6-7.6就是一个1.6 1.6的平方呢 就是2.56 那么8-7.6就是0.4 平方0.16 对吧 就可以这样算 这样以后别忘了除以5 好